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继续讲这个武士达赖喇嘛的故事 这武士达赖喇嘛的社交圈里啊,最复杂的一条人际关系线 那就得说呀,是他和吴三桂之间的故事 您别瞧啊,这两个人他有故事 可是这武士达赖喇嘛和吴三桂啊,压根就没见过面 咱们要讲这二人之间的故事啊 咱们还得先从康熙皇帝一刀玉纸开始讲起 那是在这个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四月 那这是个什么时候呢 这会儿的三藩之乱呢,已然乱了两年了 这康熙皇帝就给远在拉萨的武士达赖喇嘛写了一刀玉纸 其中有一句呀,是这么写的 分兵尽讨,若吴三桂,嗜促投降 喇嘛,其计直送 那这康熙皇帝是什么意思呢 康熙皇帝啊,是要联合达赖喇嘛 也就是西藏政权的 分兵尽叫乌三桂 倘若呢,是这个清军啊 要是抓住乌三桂,那还责罢了 如果这乌三桂向达赖喇嘛一方投降啊 那你必须立刻把这乌三桂啊送到北京来 那这达赖喇嘛是怎么回复康熙皇帝的呢 这达赖喇嘛回复康熙帝说呀 若乌三桂利穷,其免其死罪 万一吃张没入猎土罢兵 那么说这句话呢,其实挺不好懂的 那这达赖喇嘛说呀 万一这个乌三桂的势力不如皇二年 这皇二年也应该呀,免其死罪 哎,君臣二人翻脸呢 还不如啊,就搁给他点土地 就此就罢兵了 那您想想这康熙皇帝能听得了这劝吗 康熙皇帝立刻降职给这个达赖喇嘛 伸斥了他 乌三桂父子书恩,高兴残民 天人共愤,朕乃天下人民之主 岂荣利土罢兵 这康熙皇帝啊,直接就问这武士达赖喇嘛了 你说他都分裂我国家了 我能跟他玩得了吗 那么这些话的都出处在哪呢 这几句话的出处啊 他完全来自于正史 康熙十路 那书说到此处 我想有好朋友就会问了 这达赖喇嘛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 竟然劝一封君主放弃自己的土地和叛臣和谈 那首先呢,我们都知道 这三藩之乱最后是被这康熙皇帝平定了的 那么这以后这达赖喇嘛的日子 那还会好过吗 如果康熙皇帝为此事而迁怒于达赖喇嘛 为什么在史料上又没有显现出来呢 哎,这就是一个很绕脖子的故事 今天呢,咱们就要讲这个 听起来呀,非常别扭的故事 那这故事要讲啊,就得往前倒 倒到哪年呀 倒到这个顺治十六年 那年是1659年 这乌三贵率领大军就进入了云南 后来呢,又被册封为平西王 哎,这西南一方的政治经济军事 都独抓在这平西王爷一人的手中 那这会儿的西藏是什么情况呢 这会儿的西藏啊 也正式以武士达赖为首的格鲁派 取得了整个藏区的政权 并且呀,这武士达赖还受到了中央政府的约请 顺治皇帝召见了武士达赖 那我们也知道啊 这当时西藏的政权是一个蒙藏联合的政权 蒙一方呢,当然就是故事函 这藏一方呢,当然就是这个 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支持的甘丹扑张政权 其实呢,早在这个1653年 这顺治皇帝召见达赖喇嘛的时候 就封这个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 所领天下是教普通瓦赤喇 达赖喇嘛 这是大伙都知道的 那其实大伙还有不知道的 与此同时啊 这顺治皇帝也册封了顾史函 他给顾史函呢,也有一个名号 名字叫做遵行文艺敏慧顾史函 那这就说明啊 这大清朝廷他承认了 这个西藏政权是一个蒙藏结合的政权 那这个政权呢 在当时所控制的不光是魏藏地区 还有这个安多地区和这个康藏地区 那今天咱们这故事呢 既然说这个达赖喇嘛呀和这个乌三桂有联系 有勾结 那这故事必然发生在康藏地区 这故事还和达赖喇嘛这个政权巩固之后啊 就往这个康区呀派了一支队伍 对呀,得派人去康区呀 去管理那一地区呀 那派谁去呢 这个人的名字呀叫罕都 这是个蒙古人 那么这个罕都他又是什么人 有什么关系 能够成为一方诸侯去管理这康藏地区呢 哎,这来历可不小 这个是顾史函的亲孙子 是顾史函他们家老三的儿子 那这是什么时候呢 这就是这乌三桂呀 刚刚进入云南不久 那这云南四川您也知道 挨着这乌三桂一看呢 那这正是和这个达赖喇嘛 西藏政权呢交朋友的好机会 但从啊这乌三桂给予 这个达赖政权交好这一方面来看呢 我们就能知道 乌三桂的老小子自入颠一时 他就想了要谋反 这是他给自己呀找的退身部 如果和这个拉萨地方政权呢交好以后 功啊可以多了一个盟友 退呢 他也多了这么一条去路 那除了云南的吴三桂 还有这个康区来的呀 这很多之外 在这一地区 他还有没有其他政权 当然有 这一地区呀 他盘踞着根深蒂固的一个政权 咱们也知道是土司政权 是什么土司呢 是这个牧师土司 这牧师土司的势力可大了去了 从这个金沙江流域啊 一直绵延到丽江流域 有了这两股势力之后啊 实际上这牧师土司啊 到没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牧师土司很早就表示啊 他有臣服于大清 也受到了大清的策锋 你西藏地方政权也好 这吴三桂也罢 咱们的幕后老板呢 全是大清朝 全是大清朝的大皇帝陛下 所以呢 必然呢 咱们能够和平相处 可是他虽然是这么想的 事情远远不像他想的 这有方向发展 没过多久啊 这吴三桂啊 就给皇上书说这牧师土司有反心 勾结外藩啊 是蓄意谋反 实际上勾结外藩呢 是他 是他平息王爷吴三桂 他就借着这个理由啊 开始打压牧师土司 把牧师土司所管辖的赵可 米纳 香罗 蜀罗 拉普等地方啊 就都割给了 这个罕都 哎 就是这西藏政府派到康区的 这个总督 哎 虽然他不是总督 咱们说的是总督啊 您可能更好理解一点 这吴三桂啊 割上了地盘啊 还先不够 在边界方向啊 还和这个西藏 就建立了护士 哎 这就是有名的茶马贸易啊 主要护士的内容啊 就是茶 马 还有盐 建立了贸易 不说呀 割上了地盘 这些呀 吴三桂觉得还不够 还不能啊 打动这个达赖喇嘛 于是啊 他就派人到藏区去熬茶 这个词啊 咱们讲准干儿韩国的时候 我给您介绍过 什么叫熬茶呀 实际上呢 就是变相的 向藏区送礼 西藏地方政权 属于是政教合一 你往这各大寺院去撒钱呢 那就等于是贿赂了 西藏地方政府 蒙古人也罢 吴三桂也罢 这种大把的 向西藏寺院撒钱的行为 哎 就一个好听的名字 就叫做熬茶 经过这一番操作之后 自然这平西王爷 和这个西藏地方政府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这期间 还有一件事情 更促进了这乌三桂 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 那是什么事呢 咱们都知道啊 这西藏啊 有很多的藏传佛教教派 嘎玛嘎举派呀 在咱们这书里边 一直到现在 都是合这个皇教 也就是格鲁派 不合的 那么说咱们前文书讲了 顾史函打败了藏八寒 这格鲁派 成了整个藏区的当家大教了 那这嘎举派的去哪了 这嘎举派呀 黑红帽活佛 一同就都出走到了康区 受这个牧师吐司的保护 在这儿啊 建庙弘法 可是现在呢 眼睁着 这牧师吐司在吴三桂 以及这很多打压之下呀 逐渐的衰弱 这嘎玛嘎举派就观察到啊 如果这么下来的话 哎 这牧师吐司肯定就成不了自己背后的大树了 于是呢 就有心的和格鲁派讲和 和达赖朗姥讲和 干脆呢 就回到我们的祖庭热震寺就完了 到时候啊 我们跟你们呀 也没有什么教派之争 咱们各国各的日子 各年各的经 那么武士达赖这边 那肯定是愿意 哎 这会儿啊 有一个人跳出来不愿意了 谁呀 就是达赖喇嘛派到康区的这位总督 喊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因也很简单 一呢 是喊都啊 来着康区已然多年了 接触的喇嘛呀 全是人家嘎玛嘎举派的喇嘛 慢慢的在他心里啊 这格鲁派当家的地位啊 就淡化了 转而信奉了嘎举派 还有一点呢 就是权力的意望 这些年在康区的精灵啊 他觉得自己怪不错的有实力啊 摆脱西藏地方的猛藏联合政权 我在这儿啊 我就称王了我 所以说呢 谁都愿意 嘎玛嘎举派这黑红帽子法王回归到魏藏地区 哎 唯独他不愿意 他是憋着 他独立以后啊 这嘎玛嘎举派好成为他的护国大教 这个字咱们得插一句 哎 这个蒙古人嘛 都是这么的执念 也不知道他们一定得 要这么一位护国的法师啊 干嘛使 对他们的政权到底啊 有多大的帮助 那么这嘎玛嘎举派两大活佛 黑帽系和红帽系 那大天啊 那也就是主世法王 肯定是黑帽系活佛 这会儿黑帽系活佛呀 就是第十世的嘎玛八 这十世嘎玛八心里啊 是特别想回到自己的祖庭热镇四大 那他就得跟这个罕都啊 这个商议周旋 好让这个罕都方自己啊 回到卫赃地区 哎 这会儿又出乱子了 什么乱子 这红帽系活佛 他不愿意回到卫赃 他跑了 他跑哪儿去了 跑到了平溪王乌桑贵那儿去了 那眼看着这嘎玛八和下玛八 黑红帽两位法王啊 就要分裂了 哎 这回呀 又看出啊 这乌三贵对这个武士达赖喇嘛 够朋友来了 这乌三贵竟然呢 把这红帽子下玛八呀 又给送回来了 那之后不久呢 这西方地方政权呢 也派出兵来 就平定了喊都之乱 喊都呢 也死在乱军当中 这才有了这嘎玛嘎举派 和这格鲁派的百年和解 黑红帽子 法王回到了自己的主寺热镇寺 那至于以后是怎么发展的 不在他们今天故事的讲的范围之内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 那嘎玛嘎举派两位法王回到了位葬 咱们暂且不提 咱们还接着得说这康葬地区 那这会儿康葬地区就稳定了呗 当然不是啊 这三门之乱马上就来了 这才有的康熙皇帝下旨 让达赖喇嘛出兵 并且嘱咐达赖喇嘛 如果呀 这乌三贵是向你投强的话 那你赶紧就把他送到北京了 可是呢 得到达赖喇嘛的回答却是 若乌三贵力穷 免其死罪 万一吃账 莫若猎土罢兵 那这达赖喇嘛为什么这么说 这回您就明白了吧 这达赖喇嘛没有失心疯 那是因为这乌三贵呀 对他太好了 那这康熙皇帝听这个达赖喇嘛 这么说他能干吗 于是啊 他就给达赖喇嘛 又下了一道旨意 是隶属着吴三贵的罪行 他说呀 这吴三贵乃前名微变 父死留贼 姚伟起降 士族张皇帝 幽卓封王 其子上公主 朕又宠家亲王 所说恩典 不但月绝朝臣 盖自古所含有 吴三贵 父此书恩 构信残民 天人共愤 朕乃天下人民之主 启容猎土罢兵 这穆士达赖呀 收到了这封圣旨之后啊 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他估计呀 如果不把这件事情 跟皇上解释清楚了 三藩之乱过后啊 那可能 这清君呢 就要兵臣拉萨辽 那熟悉清史的人呢 一定都知道 这三藩之乱 他可并不止三藩之乱 除了这个 吴三贵 耿金钟上和其以外呀 西北还反了一位王府臣 就那个马耀子呀 这王府臣那是吴三贵的旧部 当然他响应的就是 平溪王这一支 这吴三贵他明白 他要直接和王府臣联系 那必须得打通藏区这条道 如果呀 从康区到卫藏到安多 这条路自己能够自由往来的话 和王府臣的部队呀 就可以说是无缝连接了 在军事上对自己呀 那可谓是有大大的帮助 那怎么办呢 那就继续送礼吧 康熙十五年 那年是1676年 乌三贵往藏区就派出了一个七十多人的使团 给这个达赖喇嘛 以及甘丹颇张地方政权 还有啊 这个蒙古的和说特韩政权 分别都送了大礼 咱们单说呀 达赖这边都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 首先就是四套金茶具 不是您现在喝茶的工具啊 什么那个公道杯呀 文香杯呀 茶盏呢 不是这些 什么呢 是金锅金勺和酥油茶桶 这四套金茶具用了多少金子呢 这史书所载呀 是一万钱 这一万钱又是多少啊 一万钱就是一千两 也就是一百斤呢 除此之外呢 还有白银一万两 高档纳西茶二十斤 这是乌三贵以个人名义送的礼 还有啊 这乌三贵的夫人小妾们也对活佛有所表示 多是一些个金银细软 那达赖喇嘛这边呢 倒是照单全收了 那要说呀 这三藩之乱来得快呀 结束的也突然 一六七八年的时候 乌三贵报死横中 虽然呢 孙子无事凡继位 但是没过多久啊 这三藩之乱也就被平定了 那现在这武士达赖呢 他现在唯一的工作 就是不停的写信 向皇上解释自己的言行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得跟皇上解释清楚了 为什么要劝皇上 莫若列祖罢兵 这达赖喇嘛说呀 这皇上我真不是那意思 愿呢 就愿这帮通议 这帮蒙古通议 他们把我的话呀 翻译错了 小僧我的意思啊 您记住了啊 从这以后 这达赖喇嘛 再给康熙皇帝写信 都自称小僧 他说小僧 我本来啊 是以这个出家人的身份 为天下苍生着想 这仗呢 能不打就不打 最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我可没有 让您把土地 割让给反臣的意思 完全是翻译啊 搞错 翻译错了 再有呢 这乌三贵啊 平时对小僧不错 当然了 那会儿还是在您 大皇帝的领导下 促成了这嘎举派 与格鲁派的百年和解 所以呢 就被乌三贵迷惑了 哎 错以为这人还不错 皇上呢 肯定也是这么以为 君臣之间呢 肯定就是因为一点意见不合 发生了争执 所以这小僧啊 才斗胆 向皇上进言呢 劝和不劝战 关于啊 收了这个乌三贵 很多礼品这件事情啊 我也能跟您解释 我们这外藩小帮啊 也没有能力 抗衡着三藩之乱的大军 所以这乌三贵啊 派出使臣来到我这送礼 我也不敢不收 可是小僧绝不是贪财 为了不受人口食啊 我拿出等价的宝石 琥珀蜜辣 已经回赠给他们了 所以说呢 他拿金银腐食我这事啊 不成立 我拿等价的宝物 回赠给他呀 哎 就等于是从来没收过这吴三贵的礼 等等等等 这样的信函呢 这位小僧达赖喇嘛 武士达赖喇嘛呀 哎 就给这个皇上往北京一通的发 那么说皇上信了吗 哎 皇上还就真信了 难道说这康熙皇帝 真的就是这么轻信人言的人吗 当然不是 首先说这康熙皇帝 现在刚刚平定三藩之乱 没有什么能力发一支天兵啊 就直降拉萨 去讨伐这武士达赖 所以说呀 这达赖喇嘛说的话 你不信你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去制约他 还有一点呢 这康熙皇帝 可能就真的相信了达赖喇嘛 这一番说辞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平三藩之乱的末期 大清朝的梁广总督 叫做金光祖 大胜乌三贵君 并且在这次战役当中 申请了乌三贵委任的 伪总督 名字叫做董仲民 这董仲民呢 12%的吴三贵的亲信 并且当初就是在他主导之下 与这个西藏政府 以及达赖喇嘛联系的 他对这个吴三贵呀 与这个西藏方面的接触联系呀 了解的是非常之清楚 而且这人呢 还不扛揍 这大清朝的官员一审呢 把这些事就全交代了 康熙皇帝在北京城 拿着的审讯记录一看呢 他交代的情况 和达赖喇嘛所说的情况 基本一致 所以说这康熙皇帝 才相信了达赖喇嘛 在信中所说的话 最后呢 这康熙皇帝呀 写信给达赖喇嘛 说逆贼蛊惑人心 四处造谣 怪的就是离间 清藏之间的关系 姿势已定 以后就不必重提了 那么说这康熙皇帝 真的就一点 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吗 哎 当然不是 康熙老佛爷 心眼没那么大 您往后听 等到康熙皇帝 缓过手来 略施小计 就让这达赖喇嘛一戏 在格鲁派当中的一支独秀 哎 变成了四朵奇葩 得嘞 今天的故事啊 咱就讲到这儿 您要听着乱呢 您就骂我这说书的呀 说书的水平不到 您要是觉得还行呢 那还请您呢 关注点赞并转发 哎 长按点赞 对我帮助很大哦 得嘞 您早些着 咱们书馆明天 接着聊